今天是一个慢速带讲解视频 是绘画的1.5倍速 这个视频主要想讲一下绘画的技法 我们花心的部分先用一个黄色点点点 给它稍微有点空隙有点透气感 我们这次用的是DIS矿物质颜料 和DIS官方24色配色 用的是竹语糖插画精灵系列4号 我们趁湿在花心上运染上棕红色 地步一定要控制纸面的湿度趁湿来点染 花心直接用了一个矿物质紫色 如果我们一笔没有画好的话 其实可以趁湿修改 两笔三笔都没有关系 直到自己形状满意 我们用二号笔点燃 前两个花心有点干了 所以我又往下带了一下 如果我们完全干燥就不要点燃了 这个是需要注意的 很多新手控制不好水分 我们经常是已经干透了再点燃 非常不自然 控水和空笔是水彩的必修客 这朵花已经有点干了 所以我趁湿先点燃一部分 接着画剩下的部分 所以在画画时 我们要随时观察纸面湿度 然后我们再把它点燃完 我们在画画时会用到笔尖 也会用到笔度 这也是我们在练空笔时 需要解决的课题 我们要熟悉自己的笔 不断地去练习 这样我们画起来才会更顺手 所以我们不需要太多笔 只要能对一支笔掌握到熟练 就可以画出我们想要的形状 我觉得花瓣的形状不太满意 我衬湿又调整了一下 在调整时一定要衬湿 如果干了 我们就不要再动它了 叶子用笔尖点出形状 画叶脉时速度不用太快 我们平时可以多练习拉线 这样手会更稳 画起来也更顺畅 如果我们怕画不好 可以用铅笔先画出痕迹 这样会更轻松 这个小厨具特别适合新手 做空笔练习 你准备好了吗 赶紧画起来吧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